高雄大幼儿园动员前往慈祭环保站 除了资源分类回收 主要也希望孩子们学习 习福 爱物 爱护环境 塑胶袋很方便 埋在土里却无法分解 要靠回修来化解 小朋友听得一知半解 不要紧 亲手做做看 我听听看它是软的还是硬的 要放那里 买一个 捏一捏 搓一搓 听声片位就知道该怎么分类 除了回收塑胶袋 还有宝特瓶 这是什么颜色 绿色 我们现在第一步就是先看什么颜色 一样要看颜色来分类 宝特瓶回收能做衣服实在很神奇 他们都是大爱幼儿园的小朋友 环保教育不仅是知识 更要动手做 小朋友了解了吗 喜欢做环保 喜欢 为什么 因为可以爱护地条 我们家里很多垃圾 我一定要跟妈妈说要不要回收 环保课程里面体验到 原来在家里只要随手把它冲干净 再拿过来环保站可以减轻 我们环保站失顾失博很多负担 清静在源头注重回收 珍惜资源从小开始 让环境更好 生活更轻松 大爱新闻王朝中 赵培亭高雄报导 我看到